角度真的是就是陈信瑜 因为意外的所谓 他说的定错了饭店的时间 结果在美国的滞留 倒是变成了我们的住中天 住华府的特派张国华 反而变成了台湾模仿节目爆红的对象 连他自己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中天呢在美国各地都收看得到 连他的亲朋好友都打电话给他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说他怎么会有个分身出现在台湾 这个分身就是在全民大门国当中模仿他的人 其实看起来真的是挺像的 而这个话题持续的发烧 现在还有part two 不过part two当中也的 真的是越来越离谱 据说好像跟这个梗啊都变了样子 我们到时候看看 昨天晚上模仿的内容 前第一家庭公主陈信瑜 目前人在纽约 考完美国牙医检定考后的第二天 没有重要的行程 高壮的身材自认腔圆的发音 艺人白云模仿起中天特派张国华微妙微笑 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还要坐在台湾啊 还不是你们一天到我一直跟着我 还我不小心 旅馆的时间都静坐了 钱又不能坐 我现在是一个人要养三个小孩 钱不用忍住 要不可以浪费啊 看到陈信瑜突然发飙 张国华吓了好大一跳 但还是不忘拍拍她的肩膀安抚她的情绪 你扫来了啊 你以为假装在关心我啊 那个台湾在台湾那个周美 现在影响不了 你们大家都会扫养啊 如果我今天在香港脚 你们也不会来关心我的啦 你扫GAY了啦 最不好意思请问你香港脚多久了 我的香港脚 应该有两年之久 没有啦 我刚才告诉你这些事情啦 奇怪 还有 陈信瑜在纽约街头发飙的新闻 不但成了模仿节目的最爱 就连中天驻华府特派也意外爆红 成了模仿秀的新话题 以上是中天驻美记者张国华 在纽约为您报道 中天新闻高玉林台北报道 啊 不过